上一讲谈到,军书凭这不仅是汉武帝时代至关重要的国本问题,同样是司马光时代的核心议题。 然后留下了一个问题,以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知识和历史经验,如果让你坐在武帝的位置上,你会批准桑红阳的经济改革方案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一点,经济学研究的是效率问题,研究一个经济体以怎样一种模式运行才能最高效,但武帝作为统治者其实不太关心经济效率,只要桑红阳的办法能给国家财政带来可观的收入,足以化解这些年来日渐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状况,就是好的。 如果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必须降低汉帝国的经济效率,那就降低好了。 我们读历史,大量的经济政策都不能用经济学解释,症结就在这儿。 我们甚至可以把统治者理解为一个偷电缆的贼,他会减断造价高昂的电缆,当废酮去卖。 虽然这样做很没有效率,纯属造的好东西,但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电缆就算在之前,自己也拿不到一分。 那如果把电缆当成废酮贱卖的话,那么无论卖出多少钱,都是自己的,仗只有这么算才能算得清楚。 更何况,张弘洋的提案分析的头头是道,听上去特别合理,这不就是统筹规划的好处吗? 对国家财政来说,谈不上育民争利,利是从商人手里夺过来的,这恰好符合重农义商的基本国策。 对老百姓来说,军书凭准可以平移物价,政府可不会像肩上那样囤其居起,拿紧俏物资谋取暴利。 所以官民两得,有什么不好呢? 再说了,这种事情早有成功先例,春秋年间的齐国名相管仲就在国内设置由轻重九辅,由国家统筹物资,平移物价,成就出了齐桓公这位霸主,如今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历朝历代,但凡搞国家调控中央统筹,管仲都是榜样。 道理不难理解,管仲以齐国总理的身份,虽然让政府参与到赚钱的事业里,看上去不容于儒家主流意识形态,但孔子对他做出过高度评价。 真正问题是管仲当时搞的所谓轻重九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汉武帝时代就已经模糊不清了。 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出这样两个判断,一,管仲的调控对象要么是货币,要么是粮食,二,管仲的调控范围仅限于齐国。 看清了这两点,问题马上就来了。 桑红阳的调控对象五花八门,没有固定范围,天南海北的随便什么土特产,要想算进去,就都可以算了。 并且调控的范围远远大于春秋时代的七国,是汉帝国的全境。 既然种类庞杂,幅渊辽阔,那么不难想见,调控和统筹的复杂程度高出管仲时代,不止一个数量级。 即便以今天的技术水平实操起来都难免左侍右处,何况是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呢? 我们只要想一件事,东部沿海地区的物资和西南巴蜀地区的物资,如果统一运到长安,储存在凭准机构的仓库里,然后根据全国各地的信息反馈,把相应的存货调拨到指定地点,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背后有多少资讯物流仓储的问题。 那么凭准军书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效果特别好。 资者通鉴的后文将会讲到,武帝后来长途巡行北到寿方,东到大海,很有当年秦始皇的气象,所到之处,大把撒钱给赏赐。 博用出去百余万匹,金钱开销数以益气,这全都是由桑红阳主持的大农机构所供给的。 桑红阳还有配套政策,如果官职有了空缺,那么下级官吏,只要上缴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补这个缺。 平民百姓也可以上缴粮食,不同的上缴额度可以换来不同程度的赋税和劳役的减免,同时废除了天弄人愿的告明令。 结果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泰仓和甘泉仓这两大粮仓就塞满了,编剧的储藏也很丰富。 史记评准书在这里做出了一句极其著名的总结,原话是,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饶,意思是说老百姓的赋税和摇曳并没有增加,国家财政却面目以新,财大其粗了,干什么都不缺钱。 桑红阳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自然加工进绝,次绝左数掌,次金两百斤。 这些记载原始出处是史记评准书,让我们梳理一下整件事的逻辑。 政府亲自下场经商,先是搞掩铁专卖,然后呢搞凭准均书,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贱买贵卖,一方面平易了物价,一方面把原本有千千万万个商人在市场竞争当中赚的钱,通过政策性的垄断,赚到了朝廷手里。 商人无利可图了,就只好种田去了,而原本就在种田的老百姓,并没有因此增加任何负担,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个物价稳定,物资充足的社会里面。 汉武帝则是最大的受益者,随便怎么铺张浪费,都有用不完的财富,这就是民不易富而天下拥饶。 这个逻辑呢,让人越想,越觉得神奇,所以从古至今,既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信有信的道理,毕竟司马迁遭受攻刑,有的是委屈,自脸昂间发泄对汉武帝的不满,才是人之常情,要不怎么使记被一些人称为傍叔呢? 所以连司马迁都称赞桑洪阳的财政手段,成效捉住,那就一定是成效捉住了。 但是,怎么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理解这种成效呢? 在相信派里,可以以何兹全先生为代表,话是这么说的。 从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上,可以理解,汉代商人资本是相当发达的,城市工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商品财富掌摸在商人手里,便形成了他们的资财巨万。 掌握在政府手里,便能民不义父而天下用饶,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 但是,不信派的理由也很充分。 只要看看史记其他篇章里的各种细节,还有汉书和《掩铁论》,很多记载都在说明着五帝执政的后半段里, 民生问题有多么糟糕,国家变成了多烂的一个烂摊子。 简言之,户口减半,盗贼遍地。 不说别的,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告明令就好。 告明令下,帝国全境的商人和富户几乎被政府洗劫一空。 到底还有多少幸存者和幸存的财富可以经由军书评准再一次转入政府手里呢? 所以到了宋朝,苏氏提出过一个很大胆的论点,说司马迁有两项大罪, 那就是称赞了商鞅和桑红羊的功劳,因此荼毒后使。 在苏氏看来,所谓民不亦富而天下用饶,根本就不可能。 苏氏生活的时代,王安石搞变法,认为变法的本质就是民不亦富而天下用饶。 当时司马光不以为然,反驳说,天下的财富不是无限的, 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在官府就在民间,怎么可能凭空变出来呢? 苏氏特别认同司马光的这个观点,接下来分析说,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好多统治者就是想不明白呢? 原因不难理解,他们并不是真的不明白,只是太渴望敛财了, 全部在意民生疾苦。 当然民生疾苦,永远关乎统治的稳定性, 采用桑红羊这道办法确实可以收效于一时日, 但这和饮阵之渴有什么区别呢? 以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知识来看司马光和苏氏, 显然错了,因为价值是高度主观的, 各地的供需是不均衡的, 所以同样一种商品在原产地不值钱, 运出去就可能特别值钱。 但是司马光和苏氏即便不理解这样一个经济学原理表达的观点, 如果和史料印证的话,倒也算不得错。 假如我们认同苏氏的观点, 那么新问题马上来了, 司马迁为什么会称赞桑红羊的政绩呢? 司马迁对自己的作品那么看重, 渴望以一部史记流传百事, 赢得永恒, 没道理在桑红羊问题上说瞎话呀。 司马迁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已经是无踪知晓了, 但这个问题的背后藏着一个读书, 应该如何知人论事, 又如何读取贤外之音的问题。 晚清学者吴汝伦针对苏氏的观点说苏氏虽然道理说的没错, 但误解司马迁了。 司马迁写商鞅公罪分明, 写桑红羊纯属威严大义, 霹里扬秋的写法, 苏氏只从字面去理解, 当然错了。 到底熟是熟非呢? 我们下一讲再见。